大家好 升旗而得道 今天是2024年7月1日 今天是星期一 繼續來到星期一的時間 來到7月1日 我們繼續跟大家揭露最新的時事 這一節我們要跟大家繼續討論 這個叫做李家超 李家超來到7.1 可以說得上是義氣風發的 我們也會跟大家詳細分析為什麼 我們也有不少的網民 留意到香港現在的庫房的情況 更加發現 李家超將會成為 破紀錄的特首 所以李家超可能覺得很自豪 到底 李家超破什麼紀錄呢 李家超就是做了 香港 開埠以來 第一個 是行政長官 是搞到香港是破產的 這件事 正在邁向這個方向 這一節我們詳細跟大家再講之前 想跟大家先公佈一件事 我們早前跟大家公佈了 希望大家進行 香港議會 籌委會 我們預備好的這個是投票系統 的測試 我們也把 這次的測試 加入了英國大選的元素 不過 我們收到很多 測試的報告回來 我們的聽眾 支持者也反映了到底現在的投票 程式出了什麼問題 所以我們要跟大家說一說 我們綜合了 收到的訊息 發現現在的投票系統 是有 問題的 就是 不能夠閱讀 香港 的特區護照 絕大多數的報告 都是說 我們用了特區護照去嘗試 發現 系統是沒有辦法通過 因為無法閱讀 所以 等於 拿著特區護照是沒有辦法投票 另外有很多報告 說用BNO 嘗試系統 也發現讀取的時候有困難 至於能不能夠成功 是 要看好不好 要撞彩 我們也相信 跟手機 是有關係 因為可能部分手機型號 讀不到 晶片 換言之 幸好我們做了測試 現在變成我們有了數據 由於這次也只是一個鋪領 所謂民調 所以 不算對往後有非常大影響 知道現在 系統基本上 獨特區護照出了問題 我們會交給技術部 嘗試盡快解決 往後我們會再公佈 第新一輪的情況 敬請各位注意 我們說回香港最新的情況 香港 絕對有機會 迎來第一個 搞到香港破產的特首 為什麼 因為 香港破了紀錄 剛剛這個 最新的財政年度 頭兩個月 香港的赤字竟然已經高達 775億 破了紀錄 因為香港的收益 只是509億 但是頭兩個月的支出 是1206億 頭兩個月錄得的赤字 是700多億 政府發言人就說主要是因為 新鳳稅還有利德稅是財政年度 後期會收到 所以現在的赤字比較嚴重 但是看看去年的財政 預算案 你就知道去年已經財赤 去年的財赤 去到1700億 後來 香港政府為了掩飾這件事 就是緊急發行綠色債券 當時 發行的債券是700多億 不要忘記了 債券 是要還錢的 債券就是巨債 你發了債券 即是說你將來要還 你上年就是欠了700億 你今年是不是又要再發綠色債券呢 如果你再發700億 你過了五年 就欠了3000多億 還沒計算 即使 發了綠色債券 仍然上年 財赤高達1000億 而香港 的財政儲備 在今天 應該的數字 是7000億 而且 很多財政儲備 其實已經 不知拿去哪裡 可能是拿回去投資中國大陸 放了下去 已經 撥了進去某些戶口 即是說 實際上香港政府有沒有7000多億 的財政儲備 本身都成疑 你每年 財赤到過千億 如果你不算 是發行債券 其實 是足足1700億 你想像一下 只是說三四年 已經接近五六千億 的虧損 就算我當你真的有7000億 其實你五年之後 就已經 跟破產是沒有分別 因為你正在年年都舉債 特首李家超 上任了兩周年 現在還繼續義氣風伐 天天出來 胡亂說謊 挑釁 香港市民 為什麼那麼有信心呢 其中一個 最可能的原因 我們跟大家分析 就是因為 北京在這段時間 並沒有 干預過香港的事務 有人可能會問 為什麼 為什麼 北京 不干預香港事務呢 因為 從北京的角度來講 中國大陸的經濟問題 是遠遠比香港 是來得嚴重的 如果你是藍絲的朋友 你就知道大件事 因為 香港現在也不夠嚴重 香港已經很嚴重了 香港用自己 的角度來講 香港現在非常嚴重 是比SARS差的 比97金融風暴 我一早已經告訴你 今次 香港的經濟下沉絕對比起金融風暴 比起金融海嘯 還有SARS 是會更加嚴重 因為你面對的是整個中國大陸 整個經濟體在你旁邊爆破的 由於中國大陸情況太差 所以在北京 當權者的眼中 香港現在的情況 根本遠遠 是未去到最差 因為北京最在意的 就是官逼民反 一個地方暴動 示威 是他最擔心的 這個地方 你們找不到吃 是你們的事 以及在大陸 人們沒有飽飯吃 要暴動是差不多 如果你不是 真的 暴動也鎮壓不了 其實你找不到吃 他不單止不會來 還會更加出來 收割當作是韭菜 這樣割 所以 我們絕對有理由相信 這個紀錄將會在李家超任內 就會 做到的 因為 特首的任期 是五年來的 足足 還有三年 按照現在一年 誤見了1700億 今年 有可能財赤還要更加嚴重 其實 三年之內 香港的庫房 就已經 燒乾了 更加恐怖的 不是香港的庫房 燒乾那麼簡單 而是 李家超日日出來 繼續和你 睜大眼說謊 這件事才是最恐怖 明明香港盤數 是差到不能再差 同一家叫上市公司 CEO 明明業績差到不得了 然後 他在 周年報告那裏見股東 跟股東說我們公司的 前景前所未有地那麼好 我每日解決上市公司一個問題 我們每個部門 是結束營業 會開 1.6個部門出來的 說法是一樣的 如果你是股東 你是持份者 你除了 是震過貓王之外 是沒有任何其他辦法 如果你說他真的在嘗試挽救 你還說 沒有辦法 給他一點時間 他可能會解決到 但是最恐怖的一件事 就是李家超現在絕對 不是在解決香港的經濟問題 所以我相信這個預言應該會很快成質 就是李家超將會 香港 那麼久以來 是第一任特首 是香港 香港 是財政儲備枯竭 香港等於是 婆殘的 那麼 還沒換到下一個 你不要忘記 他還有機會連任 連任一次 這樣 就是8年了 8年我就不相信 香港的財政儲備 不枯竿 所以應該這次更緊 被捱到 有下一個特首 香港就已經爆煲了 我相信當初 就算是商界 都沒有想過香港的環境 一下子惡劣到這個地步 我們今節 和大家暫時揭露到這裏 敬請各位 記得繼續做好支持六部曲 在香港的聽眾 記得繼續運用免費模式支持我們 在海外的聽眾 除了免費模式 敬請經濟能力 許可的聽眾 記得訂閱Patreon 支持我們 我們今節和大家暫時講到這裏 插一段廣告時間 多謝Surfshark VPN 支持本台 還沒安裝VPN的觀眾 記得快點安裝Surfshark VPN 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們黑池的酒店 我們為了 香港人 提供一個很便宜的居所 大家剛剛來到英國的時候 其實是很難即時可以找到屋租的 所以我們為大家提供一個廉格的暫住服務 大家可以用一個很低廉的價錢 租住 我們的酒店有單人房 有雙人房 有家庭房 每個月由300磅左右起 提供一個短期的居所 只是收一個月的暫金 大家最少住一個月 所以 價錢不是很貴 也不需要帶很多錢 才可以來英國 或者經濟方面 不是那麼鬆動的朋友 提供了便利 我們也有旅遊包車服務 可以藉著由不同的地方 接送到黑池的酒店 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話 可以直接向我們的酒店負責人聯絡 會有一個年齡的酒店賣